我从齐州,湖北省,黄梅县东禅寺来。 东禅寺又称莲花寺,位于黄梅县西南约一里的东山,是禅宗五族红忍大师主持教化的道场,参学门人有一千多人。 我就在那个寺院里拜祖师,听受此经。 五族常劝出家,在家大众们,只要受持,念诵,金刚经,就自然能见自本性,直下了悟臣佛,我听他说完之后,真是前世有缘,沉蒙一位客人取十两银子给我,作为老母衣食之用,叫我到黄梅去礼拜五族。 这一段文,在流通本少,应魔所著,而生其心,八个字。 而这八个字却非常重要,说明大师开悟机缘乃在偶然闻经。 他在当时必定与那些客人议论经义,而为众人忠心敬佩,才有人慷慨震惊,劝勉参学。 不然,何以黄梅初见五族,就显出疾风,超绝不凡。 由此可知,黄梅八个月,乃是求应证此事。 应魔所著,而生其心,明代莲池大师解释说,应,是当也,应当无著而生心,不应当有著而生心也。 无著而生者,是清静心也。 若以心本不生,不得言生。 应身魔所著心,又云,不应著色生心,不应著生香味触法生心,前言应,后言不应,正是反复说明,魔所著而生者,生即无生也。 六族是不识字之人,却能一文经句心极开悟,可见他的心平常就很清静,什么事情都能放得下,都能看得开,虽然贫苦,却不求富贵。 他对五族说,会能起和尚,弟子自心常生智慧。 不离自信,即是福田。 卫省和尚叫做和悟。 听了这几句话,可见悟达之人福慧本来具足,夫妇贺求。 是一位真正做到,于人无真,于事无求,诸恶莫作,众善奉行,指于至善境界之人。 他的为人也必然是和悟,诚信的达人,才能一文辩误。 这就是六祖大师献身说法教导我们。 我们和大师一样,和诸佛一样,都具足福慧圆满的清净心,何以我们不能证的。 原因在,有助而生心,助色生心,助身生心,乃至助法生心,身分别心,身妄想心,身执着心,身贪心,甜心,无名心,所以才有八万四千尘劳烦恼,清净的真心自然不能证得。 如果我们蒸发心愿意证的,大师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,换句话说,只要依此经理论和方法,持之以恒,便有误入的机缘。 六祖谈经讲记,第三集,一